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害得了你 也没有人救得了你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要知道枪打出头鸟 做人太狂 迟早会惹祸上身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枪打出头鸟 刀砍地头蛇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以你们而精彩 前段时间 在网上关注了一场终极格斗冠军赛 备受瞩目的张伟丽 不抵挑战者 未免失败 措施金腰带 这个结果 着实有些意外 有人挖苦他 说他拿了两次冠军出了名 就不好好训练 真是太复杂了 有人安慰他 胜败乃兵家常事 输一次不等于一直输 下次赢回来就好 这位亚洲首位UFC冠军 面对争议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了八个字 顺境不飘 逆境不倒 顺境不飘 看过一个很精辟的概念 叫做顺境管理 说的是 人在特别顺的时候 一定要压住自己的势头 因为当一个人顺风顺水时 就很容易变得嚣张 不踏实 顺境管理的目的 不是给自己挖坑 避免日后阴沟里翻船 一路顺风 自然是福 倘若站在高处得意忘形 也就成了祸 很多人都看过新野的《唐伯虎点秋香》 电影里的唐伯虎文武双全 才华横溢 报德美人归 但历史上的唐伯虎 没有武艺 没有秋香 也没有好结局 一身财气是真 但他也因世财傲物 吃了亏 唐伯虎出身于商患之家 自有天资过人 16岁在秀才考试中拔得头筹 轰动苏州城 有钱 有才 有名 唐伯虎逐渐飘了起来 有一年他参加乡试 在考试前请客吃饭 席间放出豪言 荆轲谢缘舍我 唐伯虎更有何人 果然 这次乡试 他高中第一名 谢缘 第二年 唐伯虎入京参加会试 再次大言不惨 会试榜首 非我 唐银莫属 然而却被现实狠狠打脸 头顶的光环待得太久 他似乎忘了 京城里没有朋友 只有对手 考试成绩还没下来 你就说自己是第一名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作弊了 就这样 唐伯虎卷入科举舞弊案 落了榜 断了监狱 虽然最后被释放 但是被隔去举人身份 并且终生不得再参加科举考试 其实好友文正明 此前已经多次劝解他 不要过于轻浮 要收敛 但他并不领情 终于在张狂上栽了跟头 正应了那句俗语 做人不要飘 飘了要挨刀 有智慧的人都懂得越是顺景 越要借交借造 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说 我相信 骄傲和才能成正比 但是正如大财 朴实无华 小才华 而不识一样 大骄傲往往谦逊平和 只有小骄傲 才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脸像 闪电总会打击最高的物体 放低姿态 谦逊行走 才能行稳致远 逆境不倒 永别了 武器里有这么一句话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 但到后来 那些受伤的地方 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人生在世 困难是标配 逆境是常态 世界上真正的高手 总能在逆境中决出逢生 媒体人木子前缘 说过他朋友老陈被迫创业的故事 前几年 老陈已经做到公司高管 手下有十几号人 然而在一次业务结构优化中 由于老陈负责的业务 不是公司主营业务 整个部门被砍掉 离开公司的老陈 带着一众兄弟自行创业 可是创业不易 市场竞争大 运作成本高 难以为继 又遇上客户口头支持 却迟迟不下单 最难的时候 他把家里两套房子 全部抵押 给大伙发工资 不过大伙收入还是降了 逐渐有人离开 最后只剩两个人 陪他硬扛 他们知道老陈压力大 家里有三个孩子要养 在老家的父母 也需要他照料 可从没见老陈垂头丧气 也没听他提过放弃 每次见面 老陈都是乐呵呵的 讲业务上的见闻 讲团队里的趣事 至于眼前的困难 他都只字不提 他总说 我们团队的业务水平没得说 客户转一圈回来 一定会发现 还是我们最靠谱 只要咬住了别掉队 就行 如他所料 在坚守一年多以后 公司扭亏为盈 我特别喜欢 楼翔老师在十三腰里 说的一句话 当命运之神 把你推向勇敢的时刻 希望你能够 你想象中那么勇敢 在艰难的处境里 退缩是本能 坚挺是本事 你要做的不是马上要赢 而是现在不能倒 坚持住扛过去 终有一天会迎来六万花明 人生最难的修行 是修一颗平常心 苏氏年轻时少年成名 平步青云 被称作宋朝百年第一人 在诸多的一美之词中 苏大学士开始骄傲起来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有一天苏氏哼着小曲 漫步在田间小路上 迎面走来 一个挑着泥淡的村姑 青庄的苏氏 当然要给重担在身的村姑让路 但她觉得 自己堂堂大学士 凭什么给别人让路 两个人僵持不下之际 村姑提议对对子 她先出一上连 若苏氏能对出下连 她便让路 村姑出了上连 一旦中泥挡子路 苏氏一时竟想不出下连 心急如焚 看到两边插秧的农夫在笑话她 她对了一句 两旁夫子笑言回 话音刚落 又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苏氏惭愧极了 为村姑让了路 此时她终于明白自己的骄傲 有多么不堪一击 在往后的为人处事中 苏氏学会了收敛锋芒 看淡名利 以一颗平常心 对待世事沧桑 赞誉加深时 她少了趾高气扬 以淡泊的心态 面对世俗的赞誉 山上的寺院里有一头驴 每天都在磨坊里 辛苦拉磨 天长日久 驴渐渐厌烦了这种平淡的生活 她每天都在寻思 要是能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 不用拉磨 那该有多好啊 不久 机会来了 有个僧人带着驴下山去驮东西 她兴奋不已 来到山下 僧人把东西放在驴背上 然后牵着她返回寺院 没想到 路上行人看到驴时 都虔诚地跪在两旁 对她顶礼膜拜 一开始驴大祸不解 不知道人们为何要对够自己 寇头跪拜 慌忙躲闪 可一路上都是如此 驴不禁飘飘然起来 原来人们都如此崇拜我 回到寺面里 驴认为自己身份高贵 死活也不肯拉磨了 只愿接受任何的跪拜 僧人无奈 只好放她下山 驴刚下山 就远远看见一伙人 敲锣打鼓 迎面而来 心想一定是人们前来欢迎我 于是大摇大摆地 站在马路中间 那是一队迎亲的队伍 却被一头驴拦住了去路 人们悲愤不已 棍棒交加抽打她 驴仓皇逃回寺里 奄奄一息 他愤愤不平地 告诉僧人自己的遭遇 僧人叹息一声 果真是一头蠢驴 那天 人们跪拜的 是你背上佗的佛像 不是你啊 在生活中 我们总是措罢平台 当作自己的本事 于是许多人 不再脚踏实地地去做事 变得越发浮躁 膨胀 自以为是 在待人接物上 也有了一种 高高在上的架势 甚至把别人 对你的客道和尊重 当作理所当然 可直到他们 离开了平台后 才恍然醒悟 原来别人崇拜和仰慕的 是你的平台 而不是你 愿我们皆能心态平和 清醒自持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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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